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python里面 怎么样来解这一题圈圈叉叉的题目 这一题主要是在我们玩景致游戏的时候的答案测试 比如说在输入的时候有101001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到底是有没有输赢 所以在这一题他只是判断有没有输赢而已 他并没有判断说谁赢谁输 ok 那在这一题我们怎么用python的方式来写 那这边有提到他是一个3x3的二维阵列 那矩阵的内容呢0代表圈圈 1代表叉叉 那每一个这个资料之间要有一个空白去隔开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怎么样去写这个题目 首先呢我们打算用list来做 所以list的话 好我们先开个档案 好开个档案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测试一下 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 直译环境好来试试看一些指令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用python 好那这边的环境呢使用的是3.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如果说我们宣告一个阵列 data 我们要把资料输入 资料输入的部分呢是101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data 等于什么使用者的这个input 资料 所以我们input完之后把它转换成什么 好第一开始我们宣告一个空的list 对不对 好那是因为用到全型的括号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好等于list 好然后我们print data data 现在的状态呢是一个空的阵列 好然后呢我们用data 点什么append 括号list input 然后呢点split 好那我们的输入资料是101 输入资料101 记得要留空格 好那我们看一下 print data ok 各位可以看到是二维里面的一维 第一维出现了 那接下来呢一样我们用data点append 然后呢list 括号input 然后点split 好那我们现在输入第二维的资料是00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两个road的资料就进来了 所以 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资料要怎么输入的 好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就是去宣告 来data 一开始呢我们先宣告它是一个空的阵列 空的list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data.append data.append 然后里面呢是list 括号input 括号.split 括号这样 好然后呢我们就 写三行 ok那写三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到这边来测试一下 它的资料呢是不是有正确的进来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他现在等我们输入啊 所以我们把资料call过来试试看 好 它的输出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它是一个二维的 好所以 这是第0个road 第0个cullen的资料 这样子 好那既然资料已经正确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很简单判断一下如果 如果 你的这个data 中国号0 中国号0 然后呢它等于谁 data.中国号0 中国号1 然后and什么 data.中国号0 他也跟data.中国号0 这是第0个road 如果这个都相等的话 代表什么 成功 成功在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个flag 所以我们用flag 那一开始为什么true 好那如果有任何这边第一个条件 如果他成立的话我就把flag 设定成什么true 好那接下来 A2SIF做什么事情呢 A2SIF我们就是做 这个 这件事情 只是呢我现在判断另外一个raw 判断哪个raw呢 我们第0个raw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判断第1个raw 这边改成1 然后这边是改成1 成功的话一样是true 好那你既然这个已经写成这样了 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改 你就是把其他的条件呢都改上去 再来是第2个raw 第2个raw 这样子 好来解释一下我们到这边 这是00 011 00 0102 然后这是10 11 12 这是20 20 然后2122 20 2122 如果这三个都相等的话代表什么 有人不管他是圈圈还是XX 就是已经有人连成一条线了 所以这是三个raw的部分 好那有了这三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垂直 对不对 我们看除了看横向之外 还要看纵向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 抠起来Ctrl C 对不对 那因为第一个是if 我们要加个EL 然后Ctrl V 这样子 那现在就换成00 再来是10 然后呢00跟什么 20 好这要垂直的 好再来是 01 01 01对然后呢11 再来是01 再来是01 然后呢21 再来这是02 好这是垂直的 然后02跟谁12 好那这是02跟22 如果这边垂直的上面这三个是横向的raw的部分 下面这三个是直的 Vertical Column的部分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们玩完紧致游戏大概各位都很清楚 还有对角线这两个 好所以我们再加两个条件 这是从00对不对 0011 00跟谁 22 这个 这个 那这个指的是谁呢 就是他00112 就是这个 这条 对角线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02 再来是什么11 还有02 跟谁 0 20 这样子 那这个指的是谁 就是他他他他 另外一条对角线 好当这个都做好之后 程式都判断完出来 结果我们就判断一下如果 如果 if你的flag等于等于true 的话做什么事情 好那你就print 什么我们看一下他的输出 一个是true 一个是false 好 输出是true跟false 好那我们就输出true 这里面就是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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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的话呢 否则 这样子 好那因为flag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0值 它只有true或false 所以各位在这边 好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省掉的 因为flag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不0值 好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我们把这三个 copy起来 过来贴上去看看 答案是true 对不对 好测试一下另外一笔测枝 好那输出就是false 好所以呢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边的这个测试呢 你的输入 在经过三次的append 之后 放到list里面去 然后呢 你判断这八个状态 如果有任何一个成功呢 就是true 否则的话呢 就是false 因为它预设指false 那走完这八个条件 都没有人是通过的 那它自然就还是维持false 最后你只要按照它的不0值呢 把结果输出就可以了 好以上分享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